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哈喽大家好 我是吃货雨神 平时呢我都是以文章的形式在和大家做分享 今天呢我首次尝试以视频的方式来做开瓶清澈 我今天的主题是风味奶茶 因为我们家的丁先生是他的铁粉 他从小到大非常欣赏谢霆锋 所有任何谢霆锋的东西通通都要收集起来 包括我们家有他的以前的卡带啊 还有那个他的CD还有海报都是谢霆锋 包括谢霆锋所有的歌他都会唱 而且呢每次去KTV必点他的歌 蜂蜜们都应该知道这两瓶奶茶是台湾限定款 而且呢只有台湾才买得到 在哪里买呢全省的CV11都可以买得到 大家可能很好奇口感如何呢 那我先分享一下 这个鸳鸟奶茶它是咖啡味会比较凸显一点 而且我个人比较建议孕妇不要多喝 而我个人偏爱的是港式奶茶 我先喝这个给大家看哦 我个人觉得他的口感会比较温和滑顺一点 而且我最偏爱的就是这个味道 因为我几年前呢去香港去实际去喝他们的奶茶 他们的味道其实跟这个味道是差不多的 但是呢我在香港当地喝的时候 他们的奶茶会比较比这一瓶还要更甜一点 所以也许谢霆锋他有配合我们的口感 所以比较做的没有那么甜 但是如果不常喝甜的人 可能还是会稍微觉得他有点甜 而我是一个热爱天使的人 所以我个人觉得还好 没有到非常很甜 但也是算微甜的感觉 好的我们这一集就介绍到起结束 至于还会不会有下一集 或者是风味的其他产品呢 嗯我们看看缘分咯 好 一休息 一休息